美国在今年总统大选 极有可能再度上演川败二度对决 俄罗斯总统普廷 在2月14号受访时程强调 拜登当选对俄罗斯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拜登是老派的政治人物 比较有经验也比较可以预测 这是普廷第一次对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发表公开的评论 好我们连线到美国华盛顿州 给Peter给苏思瑞 苏思瑞曾经是在五甲大厦担任官员 也是小布希时代当中 曾经是国会顾问团的重要的顾问 Peter我想请教 有普廷最近在俄罗斯电视的专访当中 透露拜登连任从俄罗斯角度来看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比较好预测 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意涵呢 川普过去不是常常说他跟普廷的关系 非常的好很不错吗 如果他当选他有把握可以协调 结束俄乌战争 那总统说 川普不懂的普廷 他没有跟他打过仗 你怎么样来看这个时候普廷的这话话 究竟在传达出什么呢 来Peter 普廷对美国大选终于有难得公开的表示 我们知道拜登跟川普依照目前初选的进展 如果没有意外会再次的对决 川普经常说他跟普廷的关系 比较好 他在任期时呢 这个俄罗斯不敢攻乌克兰 如果他在当选 他有把握能协调结束乌克兰战争 最近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普廷 记者问他到底拜登或川普当选比较好 普廷一句话就回答拜登 他说拜登比较好预测 拜登 is predictable 因为拜登是老政客 普廷能跟任何美国领导共同合作 只要美国人对他有信心 这句话是普廷的真心话 还是在回拜登的话 我们来看看拜登总统是怎么样引起 普廷的回应 然后再来分析他的含义 上周拜登总统在洛杉矶募款会上形容 普廷是个son of a bitch 这个就是说狗娘养的杂种 这一句话其实很难听 拜登讲话有时候很随便 特别是年纪大了 82岁 加上民调低 选情给他的压力 当拜登被问到执政党是不是对美国通货膨胀要负责任 他也用一样的话骂过记者 这个普廷对美国大选公开表示 其实也难得说了真心话 不管俄罗斯还是中共 他们都长期观察了拜登 了解他做决策的风格 也有收集很长的一些 长期的例子 普廷说拜登老呢 的确也老了 82岁了 他说只要美国人对拜登有信心 这句话也没有错 因为许多人的确觉得拜登不应该再选连任 为什么 想买家的美国人没有钱 买家因为理性变管了 这理性六趟 想买车的人没有钱 因为现在的理性 和新车的价格 包括旧车 都很大 民众想买菜 买菜也要减买管 因为怎么呢 不许变管了 价格增加三分之一 所以现在美国的生活费用 提高 又是薪水 没钱 不怪 普廷说拜登 比较好 比较好预测 对莫斯科来讲 是比较好的选择 这个是我的解答 如果川普再次上任 跟动算 我觉得 川普 他这个好强 性格是很难掌握他的 因为普廷也知道 拜登是不会出拼介入 俄乌战争的 但川普是个商人 起家 所以 普廷也知道 如果要解决问题 还是要找空间 跟川普来谈判 停战 因为这个川普 也有讲过 他如果上任 他有把握 他能协调 停战 而且在这个舆论上 川普对普廷一直也是很尊重 没有去贬低他 可是我觉得 这并不代表 川普就会放弃乌克兰 的确 这非常耐人寻味 那我不知道 其次俄乌战争 因为刚刚已经迈入了两周年了 纽约时报透露了 美国中情局过去8年合作之下 在乌克兰的边境 他们建了12个秘密基地 这是纽约时报透露 美国中情局过去8年的合作 在乌克兰的边境 建了12个秘密基地 成为对付俄罗斯的重要情报 一个算是一个桥头堡 那普廷是不是认为 这种战术对他威胁太直接 所以才决定全面入侵乌克兰 跟最近这个战略的行动改变 是不是有关系 你怎么看呢 因为美国国会一直到现在 没有看过2024年援助乌克兰的预算 为什么呢 美国真的要放弃乌克兰吗 还是因为总统大选有其他的因素卡关呢 来这一连串皮特帮我们做分析好不好 因为总人司机说 他是否准备跟普廷进行谈判了 一连串一连串好像都在发生当中 我觉得川普如果当选不会放弃乌克兰 因为纽约时报刚透露 美国的中情局跟乌克兰 密切合作了8年 也在乌克兰边界设立了12个 秘密情报拦截战 这个包括资讯拦截 培训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也增加了新一代的特工 能深入俄罗斯做情报收集的工作 这8年的期间 也包括了川普的4年任期 所以川普并没有放弃乌克兰 没有川普总统任期内的批准 也不可能有这一种的合作 今天俄乌战争已经开始进入了第三年 现任的中情局长 也已经出差到乌克兰10次 乌克兰有能力撑这么久 也是因为中情局不停的协助 帮乌克兰建设作战中心 提供情报协助乌军 执行这个高效率的精准攻击 我们从外媒报告中看到最新的俄罗斯军舰 坦克战斗机 一些基地被乌克兰军一个个打下来 原因就是这样 这一种情报上的合作 乌克兰的情报局长 Ivan Bakhanov受到记者访问时也有证明 他说如果他们没有这一种合作 就没有能力抵抗俄罗斯 所以乌克兰和美国 最早从2014年就开始合作 当时他双方并没有彼此信任 所以呢 很多乌克兰的政府各阶层 有潜伏了这个亲俄罗斯的人事 所以经过多年的挑选 这个合作伙伴 中情局也度过了这个政党轮替 带来的人事调整 才有今天这一种结果 那台湾面临中共全面的威胁 我们也希望台美之间呢 也能加速这一种互相信任的伙伴关系 那乌克兰要继续撑下去 我们在外媒也有看到 也必须尽快得到美国国会 通过2024年的特殊预算 里面也包括台湾的这个军事协助的预算 那目前呢 美国两党还没办法达到共识 因为拜登政府啊 对这个托杜克开放的政策 这过去四年允许超过700万 非法人事入境 引起许多美国人的不满 因此这一些事情呢 川普的共和党要求今年的特别预算 必须包含对托杜克 严肃执法的调垮 暂停拜登边界开放性的政策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启发点 但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呢 最后应该会协调成功了 通过这个特别预算 来卵住乌克兰和台湾 纽约时报的报告 有提到中情局介入乌克兰 情报工作上的合作 是引起普丁的不满 才两年前决定全面攻击乌克兰 这个讯息应该是早期 普丁得到的情报不准 因为他的情报局长跟他说 美国的中情局 已经全面掌握了乌克兰的情报系统 而且已经进入在乌克兰的国内 这个这一点并不是事实 当时美国协助建设的 这12个秘密的情报栏结站 其实都是在边界 他的人士并没有进去乌克兰 因为美国也担心 引起俄罗斯的不满 只是在两年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 全面开战之后呢 美国的一些特殊人士 才有进入乌克兰西部 跟波兰边界的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全面的情报合作加速 所以几乎每一个飞弹 从俄罗斯飞进乌克兰的 都有特殊的人士在帮他监督 看是哪一个trajectory进来 用哪一个系统可以把它打下来 或者乌克兰如果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时候 那一些也都是透过很精准的 情报讯息以后才能达到这一种高效率的attack 是一切都还在进行当中 川普一连串在四个州的党内初选都高票胜利 接下来3月5号超级星期二 同时在14个州都要几半初选 值得我们持续观察 当然这两天拜登在密西根州民主党的初选当中 虽然顺利过关但是有10多万的选民投了未决定的票 值得注意10多万的选民投了未决定的票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民主党对拜登不放心呢 密西哥州是大选5个关键的摇摆州之一 2016年川普胜选 2020年换成拜登以12万票来胜选 究竟这样的一个票背后传达出什么意涵 我们直接来关注 谢谢Peter 好谢谢君姐 下次见 谢谢所有的线上的观人朋友 我们再会咯拜拜 拜拜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冒险 39岁快40岁的时候才开始动 一投入的话就是不习一切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我还巅峰的时候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沿着大奔水岭沿着中央商会主集 然后完整的贴着 对然后把他走完 刘大哥压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谁也不敢保证说是一路平安 不是淹石就是被掐死 就会有声音就是说 大哥大哥大哥 其实那个前面就是闲暗 你不是一个团队吗 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一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哭出来 你不能放弃 你也不能停下来 他想要去完成 担心一定会担心的 最后一排 可以走到这一步 值得 自己会安慰自己 值得 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大家支持小军台湾plus 我们的订阅即将突破30万 非常谢谢大家给予的肯定跟支持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20%人口是65岁以上的族群 也就是说在三年之后注意听哦 三年之后呢 这是达到了五分之一 三年之后呢全台湾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分之一 人口是超过65岁以上的族群 超高龄社会 好在这个数字里头很简单是告诉大家 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借退年龄 所以小军姐特别成立了 小军乐火plus 我们会特别邀请各方的专家来分享 尝照健康文化医疗艺术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在医疗方面 这个牵涉到我们的常常吃的食物 饮用水啦运动啦医学啦 包括你的生活习惯 像是睡眠养生这些相关的新趋势跟新知识 要让大家健康加分享受生活 尤其呢我们最近要推出 睡眠不足可能会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 WHO他们发现呢 夜班就上夜班的护士 特别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从健康基石角度来看呢 蔡荣聪医师我们特别访问到她 她说呢 昼夜节奏是不能够改变的 白天 工作 在入夜之后 该休息就得休息 昼夜节奏是不能改变 例如呢 我们也会邀请到蔡荣聪医师 针对免疫疗法抗癌的效果绝佳 这项革命性的医疗免疫疗法 到底已经是到发展到什么阶段 它可以让白血病的九成根治 这些议题都是我们分享的重点 欢迎大家订阅小军乐火plus 跟爱护支持小军超人plus一样 按赞分享 而且呢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哦 要订阅哦 我们再会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